那我請教聖峰 確實俄烏的危機 推升了能源跟糧食的價格 使得全球今年的通膨跟升息壓力 真的也是極限施壓 是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俄羅斯其實他是重要 除了大家都知道說 他是能源出產大國之外 其實他也出產了小麥 像鎳礦 像玉米這些東西 然後那麼烏克蘭的部分 其實他是烏克蘭西部的話 他其實他是歐洲的糧餐 他有那個歐洲麵包的搖籃之吞 所以說其實你看 如果說像那個俄羅斯跟烏克蘭加起來的話 其實他在小麥的話 是佔全球的四分之一 那其實最近這幾年 大概我們都知道說 因為氣候的一個變化因素 所以說其實很多糧食的收購問題 其實產量問題 其他供應量都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現在又碰到了歐洲最大兩張 現在出現了一個 一個供應來源不穩定的一個現象 所以會帶動全球的一個純能源價格上漲之外 其實我們剛剛看黃曉玉價格 期望價格全面飆高 而且黃豆的價格上漲 而事實上畜牧業就會可能跟著漲 因為黃豆也做很多飼料 然後小麥事實上是麵粉麵製品的原料 所以將來大家吃麵 或者買麵粉麵包麵條 可能都會漲價 對我補充一點 其實烏克蘭也是全球最大肥料生產國 所以你看所有的畜牧業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說其實目前看起來 其實大家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現在全球的經濟面臨的四十年來 最嚴重的一個通膨壓力 然後聯準會要升級縮表 各國都已經準備要升級 那現在又碰到一個烏克蘭一個危機 所以其實大家認為說通膨才是世界 我們那個內心大眾全世界最經濟成長最大的魔王 那如果說通膨不能壓下來的話 其實一切未來經濟成長將會受到影響 其實你可以從很多經濟數據看起來 目前來說 美國的一個CPI指數 其實我們一月份已經公告 是七點五趴 那看起來二月份是七點八趴 那有可能會到那個 在四月以前 他或許現在油價跟糧食價格又大漲 他或許會衝到十趴 繼續創四年新高 那其實美國CPI大概會到五 六月後才會下來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已經影響到美國民間消費的意願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但是我們來看升息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先來回歸一下市場的一個問題 其實高盛他最近也曾經有個說法 其實目前美國股市來說 他已經反映地緣真五趴的一個效應 那歐洲的話是反映八趴 那未來全球股市他會變動 你要看俄羅斯盧布的一個會價 如果盧布持續貶值多少 那全球股市就會跟他震盪多少 那你看紐西蘭目前來說 那半年來已經升息三次 那全球經濟七星市場 當然說其實巴西已經升息八值 墨西哥升息三次 南韓也升息三次 全球目前來說都是升息的壓力 好我們稍後回來